5月9日 由李维勋导演朱志勋、刘一丹、徐杰儿联手打造的爱情悬疑惊悚电影《爱情嫌疑犯》在深圳开机拍摄 剧中朱志勋与刘一丹、徐杰儿扮演的两姐妹有着一段虐心的三角恋情 同时刘一丹和朱志勋也将在影片中上演惊险自己的飙车大戏 刘一丹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首次车祸感受 坦言心情紧张不敢看回放 会有一些吊威亚的一些我被车撞飞的戏 马上就会拍是姐姐催眠江汉把我给杀掉 然后那个被车给被车 他设计下他被车给撞翻之后会有一些吊威亚的一些钢弹度动作 不太感慨因为出来之后估计是血淋淋的 当天下午影片就开始了这场飙车的重头戏拍摄 刘一丹已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拍摄心得 现在回想起刚才来其实还挺后怕的 对对但现在觉得应该没事 等一下跟朱志勋他开摄我倒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担心 但是刚才看见他试了几遍应该没有问题 丹丹很勇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因为我们这部戏呢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我这个角色特别特别适合丹丹演 他的这个性格正是我想要的 乐视娱乐深圳报道 感谢观看